8月11日电视剧《无心法新2》在京举行定档发布会 主演韩东军 陈瑶 李兰迪等奇数亮相 为该剧战牌助阵 《无心法新2》讲述了 《无心》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滩 与丁小猫 苏陶 顾姬 白琉璃之间 展开的一段段历险故事 现场作为主演的陈瑶是大道苦水 痛诉韩东军把自己当成健身工具 一言不合就举起来练手 在现场 健身器械有限 瑶瑶的体重刚刚是合我锻炼的体重 瑶瑶 瑶瑶是怎么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 我看 充当一下 雅力 啊 一直在闪闪 大家也看到过 有我们播出的花絮 然后有甩瑶瑶 是 瑶瑶瑶会甩的已经 本来还挺帅的一个造型 被我又甩回了 女孩 我这个发型吧 就一般大风都吹不乱的 他牛甩完之后 我把身边搅了两片 就上边那一片这样呛一下 下来一片就紧紧贴在我头上 剧中主唱都是年轻演员 在拍戏过程中相互熟持 早就变成了好朋友 发布会现场更像是一场朋友的聚会 但韩东军听到李兰迪教自己东军哥哥是颇为惊讶 因为整部戏 我们的来题呢 比较年轻 他可能再也想着 他的搭闹 就是可能 看我觉得 会是这个教育办法比较好 但没想到我们也说 闻路这个媒体 哎 然后他就觉得很像他的叔叔 需要闻路 对 就每天见我的时候 就说哎 叔叔你好 我就说 我说不是 等会我们这个称呼需要改变 哦 称呼你好 对 对 我就 但我再也有点习惯 所以像我哥哥 有些意外 跟中军哥哥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找到初恋的感觉 哈哈哈 好像感觉找到忘年恋 哈哈哈 据悉五星法师2 将于8月14日 在腾讯视频开播 普洛威乐北京报道